3月21号A股收屏视频 大家好 我是网王财经 A股连续4天万亿成交 而连续4天户指的振幅都不到1% 振幅很小 在这4天时间里面两根阳线两根阴线 而个务纯片上也是两天的高阵源效应 和两天的低阵源效应 美联储的靴子在今天已经落地了 而大盘这种震荡慢节奏的向上波动 也已经大半个月的时间 在前期这两个密集的成交区域 已经感受到了明显的压力 量能很大 但是价格却涨不上去了 明天周五会不会出现变盘呢 如果指数出现变盘 在不同指数 比如说像上证50 创业版 科创50 它们之间又有哪些区别呢 这是今天收屏 我们要讲的一个重点 我们现在去回顾一下 在过去的这三天时间 我们每天在收屏视频里面 所提醒的唯一的一个板块 它的表现如何 在周一 我们所提醒的白酒次日收阳线 在周二提醒的房地产次日收阳线 在昨天周三提醒的房地产 今天同样又收阳线 这是每天收屏视频 我们在最后讲到的唯一的一个板块方向 无论说这样一个阳线大小 至少这个成功率还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一直来讲 说轻指数重板块重个股 分析指数是为了去做好仓业管理 去感知市场情绪 而选到好的板块 选到上两方向 提高我们的胜率 这个很重要 那么在今天收屏视频的最后 我们同样会再去分享一个板块 如果你是第一次听我视频 关注 旺旺财经的大A 点关注 如果是老粉丝 点赞 可以分享一下我的视频 然后我们去看几个消息 各位 第一个消息是关于印花税 1到2月份 印花税是726亿 其中我们证券交易印花税是150亿 同比是下降了46.8% 这是印花税 然后降准 这是在今天上午释放的一个非常重爆的信息 央行副行长提到了 未来降准仍然有空间 还有一个就是在今天中午 平所谈到的货币供应量的一个问题 M2货币供应量已经突破了300万亿元 无论说是降准 还是说货币供应量的剧增 这对于股市来讲都是利好 毕竟市场里的钱多了 但这种利好 它是一个中期维度的利好 它跟股市的短期走势 其实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我们还是要通过技术分析 通过量价时空 这些维度来去进行短期的判断 那么聊商指数 明天周五会变盘吗 会向上变 拉上一波行情去涨破3100点 还是说向下变 去回踩下方这条黄色操盘线 甚至说去回踩下方的3000点呢 先明确我的观点 我认为 其实老粉丝们应该都清楚 我认为向下变盘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但是不是明天周五这个很难讲 我们只能说变盘时间很近了 我们谈具体理由 理由一 最近的量能明显放大 万亿成交 而价格上不去 政府也很小 其实这往往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变盘信号 当价格收敛到极致 往往它就会出现发散 而这个发散就是变盘 同时我们认为往下变 还有原因就是压力 这是两个非常密集的一个套牢筹码区域 所以压力会非常大 压力会非常大 而有压力上不去 再加上有获利盘这么多 它也需要往下有调整 去实现技术图形的一个修复 这个技术图形修复 是为了时空关系的一个修复 好 那么这是我们对于指数的一些观点 好 那向下变盘哪个指数会跌的会比较多 哪些指数会跌的相对比较少呢 我先去谈创业版跟科帐50 我认为创业版跟科帐50指数 接下来往下变 它往下跌的幅度会更大一些 而上阵50往下跌的幅度 可能会相对比较少一些 我们先看一下创业版纸 创业版纸今天是收了一根放量的阴包羊 连续的三天没有去创新高 然后科帐50我们看一眼 也同样是收了一个阴包羊 连续的这有七天没有创新高 今天量能是比较大的 而震荡指标也已经连续的多个假日 出现在这样一个绿色柱的一个状态 而且是出现在顶背离的一个绿色柱的状态 科帐50今天的跌幅是跌了将近1% 那么明天一旦变 创业版科帐50往下跌的幅度 预计也会比较大 至少要跌到这条黄色的超版线位 那么跌到这条超版线位置 能不能去关注它的一些短线机会呢 我们之前讲它这里像是一个高位的箱体 那么到了箱体下边位置 同时又是这条黄色超版线位置附近 它会有一些机会的出现 但这个机会它不是整个板块层面上的 一个扑长性的机会 它是一些特立独行的一些个股层面上的机会 这个我们要注意 然后上阵50预计会比较抗跌一些 因为这是一个权重板块 每当指数往下跌的时候 每当市场可能要走岔的时候 一些权重股可能就会有一些护盘资金的参与 或者说会有一些避险资金的流入 那么现在市场人气已经起来了 很多资金其实都愿意去参与股市 包括很多新股民又在开户 又在甚至有人说牛市来了 所以市场参与的热情其实已经提升了 活跃度也提升了 所以这种回落下来会有资金去参与 或者有一些避险资金去先流到全众股里面去进行避险 这就会导致上阵50往下跌的幅度会比较小一些 会比较小一些 好 那么这是我们对于这几个指数的分析 以及对于变盘我们去做的一些观点的一个分享 然后最后去聊一个板块 聊一个工程机械 这是我们今天说评聊的唯一的一个板块 工程机械 我来看一看各位 为什么聊这个板块 今天是三连音连续三根音线 连续三根音线的回落 那么昨天是出现下降线 今天是又出现下降线 然后工程机械里面的一些权重的一些股票 在最近是受到了外资的一个大幅的流入 大幅的流入 好 这个板块相来讲也是一个权重的一个方向 那么在这里出现了三连音之后 我们看一下 在这里出现三连音之后 开始出现了三连音 那么今天又出现了三连音 在二十均线位置有这么一个支撑的一个效果 再加上这样一个最近外资回流A股的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倾向于工程机械明天往上去走出一根阳线的概率会比较大一些 大家可以把这个工程机械这两个板块四个字打在我们评论区 好吗 那么这是今天说明视频我们去讲的所有的内容 最后还是希望各位点赞关注 往往再见的大A 再见